請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說呢 我們剛剛有觀察到這個 開放資料裡面的結構 它一定是一個 中瓜糊 特別注意喔 中瓜糊其實就是 什麼資料型態 的那個符號 串列嘛 所以基本上喔 點一下做的就是先把東西從網路上撈下來 撈下來之後呢 再把它由什麼呢 串列裡面的一筆資料 先把它切割開來啦 那其實如果說它是一個字串的話我們用Sprint 可是如果是它一個串列我要把其中一筆 資料抓出來 你會發現裡面是大瓜糊 裡面是一個Dictionary 所以串列裡面 一個就是 一個先抓出來的話就Dictionary 然後再分別把資料抓出來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裡面有個最重要的一個方法 那個方法其實作用就是把串列裡面的資料 分別幫你抓到一個 怎麼樣 一個list裡面 丟到前面去 就把它恢復成list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我先Demo一下 我假設我要的是 228公園 一個公園名稱 加上這個景點名稱 再加上它的簡介 反正就三個欄位 其他不要好了 其他我發現好像對我來說沒有用 那我就這三個欄位 要怎麼show 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這個叫park name 所以這個key 這個叫name 然後這個 簡介的話 叫introduction 所以你可以記一下 因為 用Dictionary裡面 你要給它一個key 它就會得到它的value key value OK 欄位名稱 有點像欄位名稱 後面的資料 好 那我們先show一下 其實程式其實非常簡單 這邊的話 其實 執行結果 公園 你會發現 這資料還蠻有趣的 那個台北市政府為什麼不把這些 拿來給 那個什麼呢 做一個app 然後app就是 把如果有點像踩點 如果你到那邊就打 就是可以 GPS定位 到了 然後就打個勾 如果集滿之後給你一個獎品 獎品的話可能就是 什麼呢 一個月免費搭捷運 給你1280的月票 是不是 不過裡面好像資料非常的多 啊 反正沒關係啊 就讓你至少 你可以體 體驗 那個全台北市重要景點 因為說真的很多他沒講 我還不知道 228公有這些東西 什麼叫急功耗一杯 什麼叫四月雪 什麼紀念杯 什麼什麼有的沒 還有一個老 老火車頭 現在好像老火車頭 好像都還蠻有意義的 現在好像有 有一台什麼CT 什麼 7 7多少忘記了 730還是什麼 也有在 路上有跑 很多那個 火車迷還去拍照 會怕冒煙 而且 好像也沒有人特別去管他空屋 那個 其實只是一個歷史意義 然後 我希望把這些資料抓下來的話怎麼做 一一樣喔 Input那個Request 2的話呢一樣把資料get到HTML 然後3的話呢跟他講encoding是UTU8 這應該沒問題 最關鍵的東西來囉 怎麼樣把什麼呢 把剛剛的這個 List 幫我把它切開來 把裡面的字典抓出來 OK 那所以接下來的話 就是我怎麼樣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把一個串列喔 所以這個裡面是一個串列 一個中瓜糊 對不對 你要把 他切開來 變成一個串列的話 那你這邊記得喔 你可以用一個方法 這應該叫EVO OK 這個 函數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可以用EVO的話 就把 不過特別注意喔 前提是什麼呢 前提是 他是一個 中瓜糊 以後你們可能會看到有一些 Jackson黨 他不是以中瓜糊 他就直接都大瓜糊 都大瓜糊 如果都大瓜糊的話呢 你就不能用EVO了 你就只能用什麼 用那個 你要Import 一個叫 Jackson 的一個 外部的那個 那個Module 然後呢 那個Module裡面 Jackson 點 他有個Low Low加S Lows 你就把 Lows 意思就是他裡面有很多東西啦 你就 如果假設了以後是大瓜糊 我記得喔 Import Json Json 然後 Jackson 點 Low Low S Lows 然後 刮糊把這個東西丟給他 他一樣會幫你把裡面資料切開啦 只是差別在這裡 所以 有的時候要先觀察一下資料來源 OK 是中刮糊 還是大刮糊 有差別 後面我們 如果有例子 我們再來看 好 他這個時候就幫我怎麼樣 把裡面的資料 切開來 所以他會先抓到第一筆 第一筆裡面的話 我怎麼抓 這是一個Dictionary 所以就是再來就是什麼 用字典的概念 KeyValue 我要抓到什麼呢 PuckName 跟Name 還有Introduction 所以呢 其實底下的話 再跑個回圈 這個回圈裡面的話 這個N好像不需要 我記得好像這拿掉 把這個Json放在這裡 因為他是一個串列嘛 一個List 對不對 把它切 已經List 裡面的第一個Puck 所以呢 他會抓到哪一個呢 他會抓到 這個裡面的第一個大刮糊 所以特別注意喔 他會先抓第一個 裡面的話 我假設還要再抓這個裡面的 228公園跟極公號一杯的話 那我很簡單 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邊加一個什麼 把這個物件的名稱 放在前面 後面呢 記得加一個中刮糊 把你要的那個Key的名稱 放在後面就可以了 他會幫你把 Puck name 所以丟過來的話呢 就228公園 然後Name的話就極公號一杯 Introduction 就後面那一些敘述 就分別放到這三個變數 那再來我就可以怎麼樣 把它print出來 print出去之後的話 公園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前面這個是串的 公園冒號 就這一個 Puck name有沒有發現 228公園 我空一格 景點 所以這個東西景點 Name的話就極公號一 然後我換行 簡介在這裡 再把簡介呢 放到後面來 這樣就OK了 他一定是什麼 跑一個回圈嘛 第一筆跑完之後 再跑第二筆 再跑第三筆 那這樣不就全部都列在下面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意思吧 OK 所以你可以發現 Json原來是這麼容易就把它切開來了 沒錯 我覺得Python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把程式 盡量最小化 其實本來應該各位都以為 程式應該很多啦 結果發現好像沒有 但是 這裡比較 容易造成問題的就是那個中瓜糊 所以你要對什麼呢 這個list很熟 如果你那個串列不熟 你沒辦法完成 另外的話呢 Dictionary 有沒有大瓜糊 所以大瓜糊部分的你要很熟 那假如你對於這兩個部分不熟 建議你回頭再看 我們前面的課程 前面尤其是Dictionary 如果你不熟的話 可以把那個Dictionary重看一下 那 因為 再來後面 我們已經把 123給抓下來 剩下來 請你再把123 塞到資料庫裡面 今天大概就 把這個Json做完了 如果你還有時間 回去可以自己再找Json的範例 反正太多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這部分的話還有那個 資料庫 資料庫就給各位自己練習 有些 我就不自己做 變成 所有的老師做了 老師最用功 以後 當然我是希望你們自己 最好是期末可以交作業 交一些成果出來 讓我知道 練習 像 之前有同學很認真 他幾乎把CSV全部都做完了 有沒有 台北市政府 他也很認真 他跑到新北市去抓資料 因為他住新北市 他想說 新北市的開放資料對他有幫助 所以他就很認真去把所有 新北市有關的開放資料 他都把它試著抓抓看 真的還是有遇到問題 不過他真的也遇到問題 解不出來 我幫他看一下 就這裡改一下就好 馬上就OK了 所以有的東西 就真的 就是點一下 像你看 我們做過程中 其實蠻多地方 就是那個 一個一個的小地方 像一些照妖鏡好了 像一些小技巧 所以如果你不會的話 就 就卡住了 不然的話就 可能用比較 不聰明的方法 OK那試試看 這部分其實是蠻花時間的 但是我是覺得還蠻有趣的 後面其實還蠻可以期待 因為未來的世界 真的不會這些方法 你要做幾次來 真的沒有很方便 OK 而且Python未來真的發展 很難你想像 其實我們現在才用到他 可能不到百分之十的功能 他裡面還可以有很多擴充的功能 這個很難想像 像影像辨識 像機器學習 像跟物聯網串接 這些東西其實 都有不同的用途 那我們這個課程可能也比較偏重在一般 一般工作上應用 OK 所以我們就 比較 不去特別談像 那個 Machine Learning 機器學習那一塊 或者是影像辨識那一塊 因為可能對我們來說好像不是 最重要的 好像大部分最有需求好像是網路 爬資料 好像也許我們可能就專攻 或者資料庫 爬到資料放資料庫 或者是爬到資料 再放 或者爬到資料再放雲端資料庫 像Fireback之類的 或者像MySQL 不過因為 課程時間有限制 所以有些東西不可能包山包海 所以我們就是 集中火力吧 如果你們有特別有需要 哪一個章節 想要 先了解 你可以先讓我知道一下 也可以專門 把那部分再繼續深入一點 因為爬蟲 光爬蟲就可以 哇這個 其實不是可以 短時間可以全部講完的 這實在是太 可以做到就是說 幾乎你想得到的幾乎都辦得到 但是問題就是 有點難度 所以我們還是一樣 原則是 有潛 在入深 不會一下子就給你很複雜 哇那 太困難了 對 先從簡單開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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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